保护肝胆的妙法 有好几位乙肝患者多次问糊涂医 古传中医有没有对质乙肝的妙法 妙法的确有 但这个方法不能太轻易公开 以前医家教徒弟总会讲 您给一寸金不给一句话 你要问师父或老爹要一点金子银子画画可以 要那一句话真传可就不容易了 可见名师们不是真的吝啬 而是有很深的理在里面 最浅显的一层道理就是 这些妙法太神妙 轻轻易给出去 人们得来太容易 反而不珍惜 最近有一位网友一家三口都病倒了 煮饭是乙肝 而且这些天有朋友在山东做生意 在恐梦之乡 天天被热情好客的山东人惯到 追问我保护肝胆的方法 我就想着把这个秘法公开出来 在观音菩萨成道日 拿出来供养大家 希望那些经常来我博客 不告而取 转载或剽窃我的文章的朋友们 高抬贵手 这次实在要转转载 请经得糊涂仪书面同意 千万别掐头去尾 胡改乱编 以免害人 须知古传中医的真传 差之毫里 失之千里 过去古传中医世家 总会教门人弟子们 一个挺有趣的睡法 专门用来保护肝胆 这个方法我教过几位乙肝患者 以及我念大学时的一位 犯胆囊炎的同学 都在一百天内痊愈 平时喝酒硬臭多的人也可恋 用它来保肝护胆 当然这个方法是给你指出 一条康复的高速公路 能不能到终点 看你自己能不能开好车了 方法如下 一 准备 一堆被子枕头什么的 或者其他可以用来靠背的东西 不能太硬 也不能太软 二 动作 基本没有动作 但要使腰背 呈大约52度角 斜斜靠在上面准备的 被子枕头等东西上 右手抱左手背 轻轻放在右肋肝胆部位 四 练法 两眼平视片刻 渐渐缩小视觉范围 眼观鼻 鼻观心 慢慢目光下移至肝胆部位 想象肝胆的形状 不懂的人先找解剖图看看 想象出来肝胆形状后 闭目养神 开始做呼吸 四 呼吸 用鼻子吸气 吸气的时候 仿佛全身的皮肤 都在往肝胆区域吸气 呼气用嘴巴 呼气的时候 嘴形项念 虚自伴张开 把气呼出来 同时想着肝胆的病灼之气从两脚排出去 如此一呼一吸二十四次 然后静静斜躺着 想象肝胆回复 晶莹透亮 如此静养大约一刻钟 然后重复以上动作 但是要用左手抱右手 放在左肋上 与肝对面的区域 做同样的呼吸二十四次 同时静养十五分钟 做完就睡着 能斜躺着睡着也好 不能就正常姿势睡觉 坚持不间断练习一百天后 再去查查肝胆功能 若彻底好转 记得来分享一下战果 练习期间若有问题 请在呼吐一博客里提问 方便大家交流 PS 有人不理解52度究竟怎样躺 那就这样理解 您平躺了是180度 现在用被子枕头 把头背撑起52度 实际上您躺成了128度 好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